有了KPI能够帮助到你公司去达到你业务吗 可以 哇很快啊 达到很有信心哦 大家都明白我们现在要在做什么 只要整个公司里面 大家都明白我们要做什么 我不认为我们的业务达不到 哈喽大家好我是Vilson 我是San Merit的KPI达人 Pamela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大家好我是Pamela Jia from Autos Engineering 我们公司是做Precision Engineering Geek and Features那些 我们的专的是Dose Wave Palette那些 觉得我们这两天San Merit的那个Workshop 能够帮助到你们公司在哪一方面呢 帮助我们公司很多方面 就现在就是讲说OK我们要有一个AIM KPI有了 就是讲说全部人有一个Focus的AIM 我们可以前进我们可以Achieve 这个就会对整个公司的未来就有帮助 嗯很好很好很好 那么你看到你的团队的看法是怎样呢 你觉得他们能够接受吗这个KPI 让本来我有担心啊 KPI有可能会使到人家讲说 我们看到太多KPI failure的例子 嗯我们也怕我们是其中一员 但是从这两天的Workshop 嗯其实带给我很大的信心 我不认为我们会是他们的一员 嗯我们会成功的 肯定的这肯定的 那么呢你认为啦啊你的公司有你的厌警啦 嗯那么啊有了KPI能够帮助到你公司去达到你厌警吗 可以 哇很快啊达到很很有信心哦 这个信心不是来自我而已啊 嗯是这两天全部人的那一个 出来present的时候的那一个reaction 大家都明白我们现在要在做什么 只要整个公司里面大家都明白我们要做什么 我不认为我们的愿景达不到 嗯很好很好 那么你认为是每一家公司都必须要有KPI呢 那怎样的公司才必须要有KPI呢 我觉得KPI是可以大有大有小有小有 嗯只要我们找出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 嗯就比如我们公司我们是典型的S&E 不大不小但是我们只要有一个适合我们的KPI 嗯嗯来带我们前进就可以了 OK很好很好谢谢你啊 谢谢你的警察的feedback 我祝你成功 谢谢谢谢 我们也谢谢刘生带来这个很好的KPI的这个workshop 能bring我们成功 谢谢你 肯定的肯定的谢谢你 谢谢 A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